记者徐正阳新北报道,结束对战十二连败后,富邦汉将打捅医师愈来愈有心得,今天打现于三局下大爆发,惊吞五分拉开比数,一十比三拿下对战三连胜,罗利也找回应有的压制力,拿下相隔于一个月的胜头,请继续往下阅读。 罗利连续三场交出投满六局的优质先发,唯一失分是被吴杰瑞轰出手取手球手打席拳雷打,继五月十一日后再拿胜头,赛后如释重负地说好久没拿胜头了,他表示,开赛第一球投得很糟,哀轰后只能深呼吸稳定情绪,要自己赶快专注在比赛中,罗利终止来台五年最长的四连败。 他指出,在终止的每个球技都不轻松,今年投球动作与全胜时期有点不一样,不仅自己发现,教练也有提醒,经过这段时间的微调,每场慢慢做些改变,感觉已经修正回来,很高兴付出的努力获得好结果。 总教练叶军章认为,罗利在终止待这么久,对手一定会有些对策,找出对付他的方法,这段时间他在各方面都做修正,目前已经看到一些成果,希望对下半季是好事,能有好表现,他觉得满意。 我们也开心,罗利绞除六局的优质先发。 记者廖振辉社,罗利绞除六局的优质先发。 记者廖振辉社。